欢迎吗 来 给我一个E可以吗 给我一个E 来大家听到吗 OK 来我们今天 要欢迎大家 不只是来到铁板烧 欢迎大家 又再一次Lockdown了 来 哇 兴奋啊 今天是Lockdown的第一天 哇 我告诉大家 三个字形容我的心情 说非常的 讲讲 非常的紧张 然后又非常的兴奋 然后又非常的期待 OK 紧张什么 一紧张要回到去年的 这次的这个Lockdown 跟去年是一样的 简单来讲 就是再来一次 就是交换知识 再来一次 明白吗 就是换一个知识 然后再来一次 又在关在家了 大家 应该很多人 应该没有得去上班 现在 都是在家里了 那么如果是在家里 家里的时候 就好好把握机会 进来铁板烧 不要待在家里 也不进来铁板烧 这样子 我告诉你 没有人救到你了 没有人救到你们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来 这边非常 非常的紧张 就是因为MCO来了 然后非常的兴奋 为什么 因为我们去年的MCO 我们就创造了很多的奇迹 就是因为MCO 然后非常的期待 就期待第二波的 再爆 就是Forever的业绩再爆 那么我还记得 我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边 应该有一半的人 是来不及参与我们 第一次的MCO的 那时候你不懂发生什么事 这边谁 MCOE 还没有进来Forever的 有没有 给我一个E 来看一看 给我一个E 来看一看 谁 MCOE 来不及进来的 有没有 还很多一下 来不及进来 那么你们来不及进来的话 告诉你兴奋了 跟你分享一下好消息 我昨天 F2U 我进了差不多40个CC的货 40CC 为什么进这么多货 因为你们不懂 你们不懂就没有进货了 我们懂我们就进货了 为什么 因为去年 MCO 我告诉你 因为所有Center关到完 你没有办法去Center拿货的 全部货都是Wayhouse寄出来的 那么你想一想 我们10多间Center都关 全部人都会进去F2U order hall的 我告诉你 pack都来不及 听好 那些人做工 要pack你的产品都来不及 本来是1000 变几千的 几千个 而且不要忘记 Wayhouse的工人会输一半 听好 本来有10个人做工 现在变5个人做工罢了 就输到一半了 那变成那个速度本来是1000 现在这5个人可以做500罢了 然后又有几千个order进来 所以你们去想一想 去年发生什么事情 去年有些货 一个月才收到 听好 现在你们没有来不及参与MCOE的 现在我告诉你们讲 有些货是一个月才收到的 我不懂 这一次MCOE是再远 就交换知识再来一次 不用紧 我们懂了 我们学聪明了 因为去年我们也是还没有很聪明 就是 Customer要order 我们才来上去 一动了 那Customer等一个月收到货 你明白吗 很惨 所以我现在我说什么 我聪明了 你们还没有order货 我先order先 那么货会先做我的先吗 先包我的吗 包我的他寄来了 我最少了 我那边 一个月的产品 OK 所以我的客户不用等了 你要什么call 我直接寄给你先 我等 你不用等 我等 明白吗 那么我Customer就安全 没有complain 不用去 再去 翻那个情绪 这个东西 你们不可以怪公司 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事情 MCO fully locked out 它会发生在所有的公司 不只是Forever 所有 不管是传销 直销什么的公司 都会发生的 所有的那些 delivery都会delay的 只是我们谁聪明了 因为我们去年中了 现在我们谁聪明了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们要的话 就快快 快快 你客户还没有order 你知道你客户将会order的产品 快快去下单 OK 你相信我 你下单 现在下单 你可能一两个礼拜后 你就收到了 OK 你不用等 等一个月 因为到时 越慢下单的人 越等久的 明白吗 因为我们不懂 我们不懂这个MCO 两个礼拜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不懂 我们就把它当注视 我们去年的MCO 再演一次 再演多一次 OK 所以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最少我这样子慢慢order order 我都可以顶一个月 因为我的货已经足够顶一个月了 这就没有问题了 好不好 所以这个是我跟大家的 很兴奋的 我要分享 很兴奋 然后也很期待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当你有货 你就是king 你是king了的 而且不要忘记 现在 因为fully lock down 你所有的朋友 都会待在家的 因为没有办法去开门的 外面是不可以开门做生意的 OK 所以这个是你最好的时机 Yet他们 来挺这个生意 那么我们已经有很多 我有show过了 我已经show了 在我们的group里面 就是我们去年 MCO之后 那两三个 一下子飙飙 double triple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很多人加入 很多人开始加入 Forever 明白吗 因为没有东西做了 在家里又怕 薪水又被cut 然后又被裁员 所以很多这样子的机会 是大家要去把握的 好不好 OK 所以今天这个好像要跟大家分享 然后等一下 你们不要这么快去按 给我按先 OK 我要按先 这个我要按先 按了先 你们才去按好不好 OK 来 我们第一位要分享的 歌神 早安 要唱印度歌吗 Good morning 哈哈哈哈哈 来唱 哼几首音啊 陈屹壮 Если 手印度歌 呢 不要不要 不要哼 forever的最这首歌 那个才有CC 哈哈哈 哈哈哈 ok要唱对 OK 最近早安 Everyone GOOD MORNING OK 再订东西了 OK 5CC了 哈哈哈 OK 第一天就要完成50C了,谁跟我一样,给我一个5,好不好? yes,5,5,5,ok,so,上线上线讲的,我们永远记得,不懂怎么会这样开心,很多人弄到我,很难过,你知道吗? 我们是很奇怪的,很开心哦,如果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这个铁板烧的时候,不要觉得很奇怪哦,怎么会这样开心的? 所以,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好环境是很难找的,好像每个孩子都想要把孩子,每个父母都想要把孩子送进名校的,送进好的学校,不管是多少钱,不管要多难进,都是要把孩子送,因为哦,好的学校会有好的环境,会有好的老师,ok? so,那个是很大的代价的,不管你要付多少钱,可是在Forever哦,在外面那里找不到好的环境了,现在我跟我每个朋友聊天,每个都是negative的, 只有我是比较正面的,他问我,你吃什么药,你这么会更开心?肯定了,因为我们的环境,我是自己要去找的啦,没有环境会来找你的,然后你参与那个新的环境里面,你融入得了,融入不了,那个就要取决你自己的心态了,ok? 然后在Forever,我们在Be All Group,我们的那个环境是很好的,不管你是在英文啊,马来文啊,印度文啊,华文,那个环境都是很好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在这个环境, 我心里面,我相信你的energy肯定就是,那个energy chart啊,肯定是落到哦,零啊,或者是negative啊,肯定了,这样你的life就不会move on了, so,如果大家来到这边,ok?要感谢,哇,第二个多人了,62个啊,啊,去年我们才20多个,30多个啊,cog到半死啊, 所以,这边又是另外一个proof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成长啊,60多个,以前我们刚开始就20多个吧,所以欢迎你们来到这边,这样,呃,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东西是,呃,你做不到的,可是你要去做啦,好像,这个14天咯,我们就把,14天的那个排满,因为很多人,其实像上线讲的,lock down在家,完全咯,就是,呃, 颓废看戏,ok?不然就是,呃,哎呀,总之就是浪费时间就对了啦,如果没有在,没有在排东西啊,所以等下我,下午会做一个,呃,自己的一个group的training,叫go setting,ok?很久没有做go setting的这个training了哦,因为,呃,6月1号啊,就是一个最好的时候给我们去做go setting的,而且是lock down,大家都要必须要坐下来,好好的听讲go setting,然后,呃,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停下来哦, 哦,呃,多会开啦,哦,像昨天上线有讲那个吃大便的故事啊,哈哈哈,ok?呃,给你,来讲一下,讲一下,讲一下,ok,so,谁要吃大便的,给我一个E,哈哈哈,哦,这个是很没有用的啊,这样子讲,ok?so,ok,如果今天哦,有一盘大便啊,有一盘Site啊,ok?那个Site哦,不是很好吃的啦,ok?我没有吃过,可是我都不好吃,可是,如果我给你5000块,要吃的,给我一个E好不好? 不要,给我一个E,啊,不要吃的给我E,哇,那知道答案了,他没有讲E,他就带E了,哈哈哈,你看,你不想吃大便,ok?没有人要吃啊,我们再把价钱提高一点,如果一个,我已经吃完这坨大便,ok?给你20000块,你要吃的,给我一个E,不要的给我一个E,有吗? 还是饿哦,ok?啊,所以上线是这个,ok,如果这个,这个,吃这个大便啊,可以给你到5万块的,你要吃的,请几手,请给我一个E,如果要吃给我一个E,不要吃给我一个E,哦,昨天我是很想问上线了,上线,舔一下算嘛,哈哈哈,就是link一下去算嘛,哈哈哈,OK,so,没有啊,没有要吃的啊,不管是5万啊,3万啊,OK, 现在哦,另外一个方式来了,一把枪放在你的头上,你没有吃大便,我就开枪,会吃下去的给我E,好不好?哇,哇,还是有人不要吃的啊,哎,放一把枪在你头上,你知道吗?你没有吃哦,就是开枪了哦,要吃的给我一个E,yes,so啊,你看啊,所以上线讲的哦,呃,死到零头啊,现在哦,很多人的家庭啊,很多人都是, 无理哦,孩子可能要吃饭也是,一餐都是问题哦,然后,不要讲,不要讲下个礼拜啊,可能今天都过不了哦,所以,呃,所以不是,不是,呃,不是价钱的问题,很多人不是因为钱来的,是因为哦,走投无路来的,你知道吗?啊,现在很多人走投无路了,像昨天我们看新闻,那个印度啊,哦,有两种病,一个是新冠病毒,有记载的,有vaccine的,另外一种哦,是贫穷死掉的,连死亡都是一种奢侈的,其实不要讲就很远了,我们 马来西亚,你看看你身边,也有很多这样子的,so,那个就是我们要去approach的,ok,呃,这个就是刚才上线讲的,然后,昨天我也是想问上线,上线,那个墙里面到底有没有子弹的,哈哈哈哈哈哈,所以哦,不要想太多哦,像我这样就想太多了,ok,so,希望这个6月1号哦,大家大爆啊,我们去年成长50%,今天我们要成长100%,ok,谢谢,拜拜,ok,来,哇 so,去年啊,去年Forever的公司成长大概40多个percent,我们的组织是成长80个percent啊,听好啊,不是50啊,是80%啊,我们BO International,所以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叫overall啊,overall的总公司啊,也是成长,也是上市,其实我们也是占了很大的部分啊,把Forever的业绩拉高啊,那我们我们去到80哦, 八国公司的业绩也拉到去,啊,差不多整30多,40个,啊,40个percent,所以很重要的,我三点我就有coaching了,今天,啊,三点我就有coaching,已经要开始了,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停了,为什么我们要从去年,四几经验啊,我在昨天的铁板烧啊,有其中一个人,啊,除了除了阿利记的那个大便吗,还有一个,他就问哦,我要付带吗,然后付带我应该要怎样做的,啊, 其实付带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要做全职Forever Living的话啊,你一定要把自己当做是你的公司的员工,就跟你上班一样的,啊,就是你有薪水的嘛,你上班是你有薪水的,那么在Forever你薪水是怎样来,你薪水肯定不是从你network来的,啊,肯定不是,OK,你可以通过推荐 Sponsor新人,啊,给我们很高的回酬啊,你Sponsor一个新人,你是VIP也好,你Sponsor一个新人哦,你就四百,啊,四百多块了,啊,四百,啊,四百,四百多块,那么如果你Sponsor两个VIP哦,OK,他就变五百多块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一个就变五百多块,你Sponsor两个就变五百多,五百多, 你就超过一千了的,那么我鼓励大家哦,每一个月啊,每一个月啊,最少Sponsor五个VIP,五个,OK,因为你有五个VIP的话,你最少那一个月哦,你都有整两千多块,三千块,那个是你的薪水,那个是你的薪水,那么五个,五个VIP,你,你形成习惯之后哦,你五个VIP一年下来哦,你就有六十个VIP,六十个,那么我们抓二十百就好了, 这六十个VIP里面哦,二十percent哦,就是大概十二个,大概十二个哦,是继续会做的,继续会active,会做五CC的,我们讲才抓二十percent,你六十个VIP哦,就有二十percent哦,会做五,五个CC,会从事这个事业的,那么你就有五乘十二啊,OK,就是你有十二个人乘五个CC哦,你每一个月最少打底哦,你有六十个CC是B&M,Personal Non-Manager,OK, 就已经足够了,你如果你会做这个,你每个月给自己做五个VIP哦,你明年的话哦,你是自然啊,听好啊,你自然都会搞定你的七百B&M,你都会拿CBM,OK,四个呢,我是讲给谁听呢,我是讲给新人也要听,老人也要听的,因为这边很多哦,已经退休了的, 啊,我们讲退休军人啊,已经没有去打仗了,哦,所以我要讲给你们听哦,如果你们要每一年哦,都要qualify,都要去分那个世界都好,的话,拜托一下,OK,你要,你是全职的,我们的退休军人都是全职的,都是full timer来的,拜托一下,每一个月五个VIP,给自己设定这个目标, 阿力要讲啊,阿力,等一下,你今天讲go setting啊,你一定要讲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你到现在是等于full time了的,因为lockdown他没有办法在外面上班哦,他等于在家里这full time,他应该就要赚了full time的钱,OK,当他赚了full time的钱,万一,两个星期后,他老板自己都不顶,老板说我要fire你,他也不怕,为什么,因为他自己都可以请自己了,明白吗, 好,所以这个很重要,来,我们谢谢阿力的分享,来,next,我们有请告顺 哈喽,大家早上好,OK,哇,今天是非常非常的兴奋的一天,为什么呢,OK,so因为今天是6月1号了,全新的一天,OK,so真的是有实在是太多太多的好消息要分享了,所以我为什么这么兴奋,就像今天我一早就起来了,然后早上就跟我的,跟我的team做一个小组的meeting了,太兴奋了,OK,一早就有这么好的,这么棒的energy,为什么呢,因为,啊,OK,我去年错过了, 错过了什么,错过了MCO啊,哎呀,OK,去年我没有,去年MCO的时候我还没有来ForeverlyWing,所以啊,我错过了,那个是,啊,有想回起来,有时候觉得有一点可惜,OK,不过不用紧,OK,所以既然,OK,我们现在又再来一次像去年的MCO啊,这一轮我绝对不会错过了,因为我知道在这一段时间啊,我们的努力啊,OK,换回来的回报啊,是会,绝对是比平常的日子啊,来得更加的高,所以啊,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更加的努力,好好的, 把握每一天,OK,这个,这个黄金时期,OK,好好的去干一番,OK,所以啊,最近呢,OK,啊,真的是很充实很充实,尤其是从三个月,呃,开始啊,我就排到我行程满满了,OK,每一天我都在不断的,不断的在coaching,coaching,coaching,然后我有华语的coaching,有马来文版本的coaching,coaching到我都觉得我自己的时间也不够用了,OK,OK, 所以这个就是,OK,很棒的一样东西,然后我最,啊,我最,还有除了coaching之外,也每一天也做GEP,GEP,GEP啊,从早啊,做到晚上啊,有时候做到,连睡觉啊,都会讲GEP了,你知道啊,发梦都在发GEP啊,OK,所以这个是,哇,啊,那个感觉实在太棒, 为什么我会这么,啊,为什么我会讲感觉这么棒呢,因为我非常的享受这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为什么,我非常享受啊,啊,就是,就是每一次的呢,coaching的过程是因为什么, 因为当我,啊,当我看到啊,就是我,我coaching了大家过后啊,我可以怎样的去帮到大家,可以去帮他们去达到他们的,啊,目标,OK,那个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是我最大,怎样讲,那个,那个是我最最最最最最兴奋的东西,OK,就是我看到大家都各自可以,OK,有进步,每个人都有进步,进步,不管进步多少啊,至少有进步一点点啊,都是很好的,很好的一件事情了,然后再加上就是, 这个是GEP的时候,OK,GEP,GEP,GEP,就是可以帮到大家,啊,可以帮到我的下线,OK,去找到他们的,属于他们自己的VIP,因为我知道,OK,当他们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VIP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啊,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OK,那个是最有,啊,历史性价,价值的一刻,尤其是第一个VIP,OK, OK,so,是可以给到他们最大的动力,OK,最一个最大的肯定的东西,OK,so,啊,非常开心,就是,啊,上个月,OK,我们有很,我们这一组里面有很,不断有很多的好消息,有很多的新人进来,也有很多的新人,OK,成功的,OK,就是,啊,达到他们的,OK,5CC,耶,OK, 所以这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非常兴奋,OK,真的是,我没有想到,我有一个下线,OK,啊,他也是,啊,他也是前几天才做到,他才完成他的5CC,OK,然后,昨天,OK,最后一天,他就帮助他下线,啊,啊,我这个下线他叫以文,OK,然后他就,以文呢,就帮助他的下线叫Brenda,OK,奇迹般的,在最后一天,啊,OK,啊,在最后一天,他原,我看他的CC是2.8多CC,然后还没有到5CC,最后一天的CC,啊, 哦,还要找2点多CC出来,所以他没有放弃,OK,他就去,他就在最后一天,啊,他们两个,啊,就,就想办法,啊,讲办法去凑凑凑凑凑凑,用了一天的时间啊,OK,就凑了,终于都给他们凑到2点,啊,给Brenda凑到2点179CC,成功的,做到了他的5CC,OK,所以这个是非常棒,非常棒,而且是很有,很有feeling,啊,我觉得昨天真的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是实在是很有feeling, 所以我也非常的想要听一下他们的分享 大家想不想听一下他们的分享啊 想听的话我们一起邀请一下 师傅要邀请伊文先还是邀请Branda先 都可以都可以 两个都要讲 两个都要讲 来来来我们先听一下伊文 什么一个上线的时候 他到底是怎样在这个月 在最后几天里面 他是怎样完成他的5cc 所以你告诉大家你是怎样完成你的5cc 然后你再跟大家讲一下 到底你是怎样去协助你下线去完成5cc 或者是你也可以叫他出来分享 还是怎样去完成 我们都很想要听 最想要听就是你们的分享了 所以来我们交给伊文 哈喽大家好 我是伊文 我知道我第一个月做的时候 我要追5cc 然后我就先分享这个business plan 给我的下线 就是Branda咯 Then Branda他就 一来他就是要从VIP嘛 So VIP一完成的话 就有两个cc So 我就真的凑凑凑 Then 我在满池的20多号 我才凑得到我的5cc 然后Branda也在 好像也是20多号 完成了他的VIP Then 我凑到5cc 我就有那个recognition Then recognition的时候 我的Branda就问我 这5cc是什么来的 我就跟他介绍哦 这5cc你有recognition 然后你还是有bonus 那些可以拿 Then 他已经完成了他的VIP 我本来是没有 aspect他是去做5cc的 因为他追VIP 已经追到很辛苦了 Then我是以为他下个月才要做5cc So他一算哦 算一下他讲 诶可能我也可以私下做5cc Then我就帮他算哦 如果你做5cc的话 因为Branda是零售的 So他就 我算了如果还要5cc有20一罐 这样子 我写给他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 应该不大可能 因为剩4-5天罢了 然后4-5天 过了两天 我们就抽到几罐 可是连4cc都还没有完成 Then 晚上的时候Branda就跟我讲 我觉得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做5cc 当他讲了这句话 我就 先想 OK咯 我也不要讲不可能吗 我就跟他讲 OK我们先相信 Then我们才去做 Then他就讲 OKOK相信相信 Then哦 真的是讲了这句话过后 我就开始有一罐 两罐两罐这样子来 So我们抽到 昨天 就是前天晚上 半夜三点 我还在跟 我还在跟身边的朋友问他 哎你有没有便秘啊 还是精通的问题啊 要promote他nektar这样子 Then我的朋友是下单了两罐 半夜两点半 我就send给Branda 哎两罐 他就 哎 他也是还没有睡 他讲他也是在问着 我们问到三点 然后到昨天 是最后一天嘛 我们一大早就起来 继续去fight下去 Then5cc就这样子抽到 我们也是觉得 很不容易啊 因为这几天哦 睡都没有睡好 就为了要 充这个东西 可是 我也是看到的东西 就是 如果啦 在中间哦 Branda他已经放弃了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我是很想要他 也做到5cc 可是如果他跟我讲不行的话 我拉着他也是做不到 可是他也是没有放弃 就我们两个就一起冲啊 我们就一起做一样子 收拾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哇 很棒 来 Branda 有在吗 Branda 来 Branda Hello Hello 来 OK 来 Branda 嗨 嗨大家 我是Branda 对 基本上 就像宜文讲的 这样子 就是 一开始是 怀疑自己的 就 从一开始加入 其实 我也是因为 宜文 就叫我 OK啦 你 join啦 我就这样 懵懵懂懂的 去 相信去做 然后 到差不多 15号 这样子 就是月中 我才 开始 Join Join Forever 然后到20号 我就差不多 已经要上到VIP 就欠几关 就上VIP 过后 我就努力的去 问朋友 就问问问 然后我们就这样 抽到 22号 这样就上到VIP 过后 其实上到VIP 我也是有自己 其他东西在忙 过后我就有 松懈了一下 之后 很像是在 这里的其中一个 sharing 就知道什么 5%的东西 5cc 4cc的东西 过后 我就 有去 询问 宜文 这个什么来的 然后他就跟我解释 解释了过后 我就想想 我很想要达到 可是 当宜文 算给我的时候 我就看 感觉有点 遥远 可是我又很想要 过后我就 跟自己讲 相信啊 不要去 花一线去做 然后中间 我们去 抽的时候 其实 也是有 失望的时候 就是 因为一直 遭到很多的拒绝啊 或者是很多 朋友是 以毒不回你啊 这样子 可是 就跟自己讲 你不要去 不要想这样多了 你做了你 自己的本分 去分享 别人 不要接受 也没有关系 你至少 尽力了 去分享 就这样咯 就到最后 最后一刻 我们也是 不放弃的 去问 就到处问啊 这样 最后就给我们 抽到了 基本上 就是这样 OK 好 哇 很棒 来 我告诉你们哦 现在你们是一个 刚刚起步 以后 这个将会成为 你们一个 很棒的故事 你相信我 我到今天 一个事件 我到今天 我还不能忘记的 就是我 也是跟你们一样 最后几天 还差那个CC 找人 也是找到 三更半夜 一点多 两点还在人家的家 楼下 还叫人家下来 我们那时候 没有的做online 都是offline 我都写在我的书里面 知道吧 那个整个故事 我都写在我的书里面 为什么 因为刻骨铭心 even我现在 到这个level了 这些东西 将会是成为你们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刚才 这个Brenda有讲到 Brenda有讲到 她看到 even 这么有表扬的 那个5cc 其实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们有伙伴 如果是提早完成5cc 你们不要等夜尾 你们一个礼拜 他完成了 就post了 为什么 你看到吗 当你post post even的 那个5cc出来 你看 他其他的下线 会看到的 他说什么来的 怎么 第三个礼拜 就qualify了什么东西 他要去问 当他去问 你讲 讲一下 他说我也要冲 就是你会这样子 你会带出很多的5cc 这个就要复制 duplication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 我希望 如果你们大家这边 你们可以 完成A+, 7天里面就完成5cc 你就post了 明白 你post了 你第二个礼拜 有人跟住来了 第三个礼拜 有人跟住来 第四个礼拜 有人跟住来 你的5cc 会越来越多的 在你network 你肯定会大爆的 好不好 OK 来我们谢谢 今天 Cock Soon Cock Soon还有东西讲吗 还有还有还有 Ewen可以有Brenda的分享 来Cock Soon 所以讲真的 昨天 真的是不只是 他们也很紧张 我自己也很紧张 你知道吗 好像我自己 要做F2D的感觉 那种 你知道吗 OK 所以我也真的是 替他们很紧张 那个感觉 真的是就是 我一直问 Ewen Ewen怎样了 怎样了 你们有没有算错 会不会算 你其实懂 怎样算的 OK 要不要我帮你算 这样子 就问Brenda 问Ewen 这样子 然后叫他们 Screenshot来 真的是要确保 他们真的是 加起来 真的是有武器器 我们才安心 OK 所以这个就是 那个 我身为上线的 那个感觉 OK 然后还有一个 很棒的消息 就是什么 OK 所以上个月 我们的团队里面 又多了一个manager 新的manager出路了 哈哈 都非常开心 然后说 你们猜这个manager是谁 你们应该听过他的声音 很多次了吧 应该是还没看过他的样子了吧 OK 所以他的名字叫 美正 是我的女朋友 也是Ewen和Brenda的上线 OK 所以非常棒 非常棒 OK 所以 怎样 你们要听他的分享 还是你们要等他自己 举到举到手来 才能分享 哈哈 哈哈 呀 OK 快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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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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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邀请一下 美正 美正 来美正 来分享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新的manager 我的名字叫美正 OK 那我真的是觉得 自己很感恩 就是在Forever Living 这个平台 因为在这个平台呢 真的是一个 很大爱的 一个环境来的 我在这里 我真的是看到 大家就是很无实的 就是帮助对方 然后就是 真的是很无实的 去帮助对方 然后不管是有什么困难 还是有什么问题 不管他是你的 上线下线 甚至是旁线 大家都是 你一有问题 大家都是会去帮助你的 然后呢 我在这里看到的就是 Forever Living的制度 真的是很好 然后真的是一个 是很公平的 一个环境来的 最重要是 我们一定要去相信 我们一定要去 有那个行动去完成 因为如果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很焦虑 然后我们觉得是很怕 是因为都是我们 自己在吓自己的 因为那些 当你没有去行动的时候 那个产生出来的 那个恐惧感 其实那个都是 自己吓自己的 那个都是 自己为自己的懦弱 自己为自己的不勇敢 去找回来的 一个借口来的 然后我很想要 就是鼓励大家 就是要多分享 因为从多分享这里呢 我看到真的是 Cock Soon的例子 然后包括我之前的例子 就是当大家 有在分享的时候呢 你真的是会吸引到一些 很好的东西 去围绕着你自己的 然后呢 这些都是 很好的一个 正能量来了 然后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我已经辞职了 那我会在7月 我的Serve Notice到7月 然后我觉得 自己很感恩的 就是这几个月呢 我看到Forever Living 他给所有的FBO的bonus 真的是从来是没有 就是辞的 永远都是只有找而已 而不像现在我在 RHP上班那样哦 我们的上个月的Commission 就是因为一个开载节 然后呢 我们的Commission 就没有出了 然后被延迟 需要6月份 才会出我们的Commission 然后这个是我看到 就是跟Forever Living 是相差很大的一个 一个制度来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多相信 然后我们一定要 大量的行动 然后我们一定要 相信自己 相信系统 相信我们的上线 相信我们的下线 相信我们的旁线 因为相信的力量呢 真的是可以产生到 很多很好的事情 去围绕着自己 然后我真的是觉得 很感恩 也觉得就是觉得 很开心 就是觉得很感动 就是我的伙伴 Evan跟Brenda 完成了他们的5CC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会一起 从F2D 我们也会帮助他们 完成他们的Supervisor 跟完成他们的Manager 然后还有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就是在第一次跟第二次的Lockdown 你没有突破自己 那个是可能是你后知后觉 但是如果在这个第三次的MCO Lockdown 你还是没有突破自己的话 那个是你的选择来的 OK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OK来 谢谢我也不懂了 哇我今天才懂了 美增上了Manager 哇 恭喜恭喜 哇 不得了 OK来我们也 我们也 要公祝啊 要公祝 国增上的Senior Manager 哇 高兴 哇塞 OK来我们Next 我们继续 哇我们有请 美增 早安师傅 大家早上好 OK 都想分享我的心情 先非常开心 兴奋 然后很充满正能量 OK 所以昨天是 最后天做工在office 因为今天是Lockdown了 然后其实就好像 很多你的讲外面的人 真的是很negative OK 他们当他们知道Lockdown的时候 他们在忙张 然后只有我在冷静的 OK 是要想要做什么 其实我在想着 我要怎样plan我的 这个 schedule 怎样打这个 Forever事业啦 OK 然后他们也是有问我 诶 怎么你可以这样冷静 然后我讲 事情也会要发生 Why not我们focus on something positive 我们要plan好好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好像 也会 他们也是不能啦 不能接受我这个 这样冷静 过后我就有跟他们讲 你如果你们真的是想要 正能量的一个environment 我可以share给你们关于铁板烧 OK 我有share给他们 可是看来他们也是没有尽量 无关系 没有关系啦 OK 最重要是我们已经尽力给他们 给他们那个机会了 机会他们拿不拿是他们的事情了 OK 所以今天早上我起针 我是非常非常兴奋 我昨天去COD 然后今天早上起针 都有人下单了1.6cc的货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OK 所以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一个东西啦 OK 因为毕竟我也是还没有 很高很大的achievement but这些小小个achievement 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因为我 因为好像刚刚师傅说的东西 就是好像 我很记得我第一次的5cc 还有我第一次冲了5cc 然后我第一次的sport 真的是啊 这个两个东西 真的是可以给你很大的震能量哦 好不好 所以 我也是很记得 我那 我要冲的时候啊 真的是 每一天 最后 最后几个小时啊 四个小时 我都还在算着 我仔细在想 我要怎样去找 怎样去找人啊 要怎样去分享啊 这个那个 可是哦 就是 真的是相信啊 相信真的是很很重要啊 OK 如果你不相信哦 等一下你 你如果不相信哦 就像你去那个你的动力啊 你有做啊 你也是没有那种 Motivation 所以是真的是很重要 很重要 OK So So Lockdown开始了 然后简直上 CC又进了 然后 我自己也是有下单几个 Order 我也是看到我很多朋友做Posting 其实他们Posting就是讲 残了 又Lockdown 我要做什么在家啊 有没有人想给我买蛋糕 这个那个 所以我就看到 原来我朋友都很得空啊 OK 你们上次就结我很多次了 是不是这次就是我要刷下你们全部了啦 就要约你们进来这一档的事业了 OK 所以今天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拖很大的时间 OK 我就是 就已经约了 已经约了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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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定个朋友了啦 OK So 我怎样做 我就是 video call 他们了啦 OK So 这边我觉得 因为这个是 师母 Michelle 跟我做sharing 她之前 她讲 竟然人家 竟然人家在Lockdown 真的是 如果call的话 有时候他们不接 Maybe 你video call 他们就跑不到 因为你是面对面他们了嘛 所以他们没有 没有办法跑掉 所以我就这样子做 所以就拿到四个 就有四个 那个 meeting for 今天 OK So 我希望他们又 把他们重新 听过 把他们新开过 来去了解 更了解 这个Forever的事业 因为我 因为这边真的是 是最棒最棒的 platform OK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 Forever给的 bonus 真的是完全 完全没有 没有持过 真的是很准时 而且有时是两天 前三天 前的 我公司的commission 不用等 有时拖两三个月 所以我真的是 对我来说 Forever真的是很棒的事业 然后真的是有 有上线啊 啊 有上线 有leaders 有我们的sideline 真的是啊 你们真的是 我都很爱你们 你们真的给我很大的 震能量 OK 打至Forever事业 OK 所以啊 目标势力哦 OK 我们挑了鸟今天 来 Rachel 哈啰 大家早上好 好 我终于有可以回来 回来 跟大家见面了 非常兴奋 然后开心 然后也很紧张啊 我要讲的就是 我在三天前 感谢维娜的分享啊 她的那个promotion派 发给我的那些 发给我的那些到来 发给我的那些到来 因为我已经把到来 全部那时候学会了 用procast 然后我就把到来 全部放在 broadcast里面 所以我就把维娜的那个 promotion set 我就在发多一次过去 然后就因为这样呢 我就呃有有几个到来的 repeat order 然后也有出一箱一箱的 然后所以很感恩 为了呢 那个 promotion set 然后过后呢 也很感谢师傅 呃上次呃 因为我问了一个问题 然后师傅就给我们分析 其他的那些mlm的制度 然后从中哦 我们就可以学到很多 也看到很多 然后我们就会更加坚信 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以前有碰过很多人 找我做这个mlm 但是很奇怪 我就是不想作为 很讨厌很不喜欢 然后呃 forever是我唯一一个 真的是呃 放下心机想去做的那一个 然后在经过师傅的 这样子讲解之后 我们就更加坚信 自己的选择很正确 而且也感到很感恩啊 自己做的第一个选择 就是这么棒的选择 所以呃 非常非常的庆幸 自己呃 身边出现的贵人 然后呃 也因为师傅的讲解之后 那天我跟我妹妹聊天 然后妹妹是做银行的 然后妹妹有时有做一点点呃 喜欢喜欢就卖一些首饰 这样子在online 这样子 所以我就跟妹妹讲起 我就说呃 呃你如果真的好像 还他有 因为他有给我投诉说 银行呃还是要他们回去做工 然后呃 有90%的员工都要回到银行去做工 他觉得公司不在乎他们的那个生命 呃只在乎自己的利益 我讲这是正这是正常的一个公司 当然是会看自己的先看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你员工的性命 然后我就说如果因为我曾经听过他说 他其实有想过一直想找机会放下工作 我就把这个机会先介绍给他 我就告诉他如果你想要放下工作 你真的可以考虑Forever Forever是这样多个 ML1里面一个传销直销里面 是真的能够给你那个incentive的 是给足你incentive的 然后呃我们每在吃这一粒的产品我讲 虽然你在吃这一粒的产品 但是一粒呃不好意思啊 我就讲那名字就好 他他没有办法让你赚钱的 如果你想要赚钱的话 你就选择Forever 但我们没说其实我不喜欢做这些东西 我也没有想要去做 我就是呃想做想想发post就发post 我讲我以前也跟你一样 但是我现在呢我会想我想要更好的未来 我想要呃better future and better wealth so我们就要去做 没有人是喜欢啊 就是一直可能很辛苦呃去面对很多挑战 是没有人很喜欢 但是我们当我们面对更多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是能够突破自己进步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将来 所以我已经把这个东西传输出去 我相信呃他会在我们每的心中 那边会留下一个痕迹 那我会期待那一天他跟我一起努力的那个时候 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做到成绩出来 然后给大家更加坚信的看到呃 Forever可以有更好的前景 然后我现在每次都在幻想 我出国旅行 然后拍照给大家看 诶我在Forever里面Forever让我出国旅行 这样 所以呃非常感谢 真的就好像美真讲这样 这个家庭真的是一个很大爱的家庭 而且我们的师父能够把全部东西摊开来 不像是有些有些他就是很多东西不敢跟你讲到完 但是我们Forever什么东西都可以告诉你 因为我们就是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事业 所以呃我要分享 最后最后我要讲的就是呃 呃我有一些我有一个朋友本来是冷眼旁观 就是没有在没有没有吃那个产品的 连呃他的哥哥是我的呃下线 然后他有在吃 然后过后现在呢 妹妹呢主动给我问我呃 Arovera怎样喝 然后妹妹现在呢也在做这Aro Eat 然后现在已经做了第五天 然后每一次都会跟我分享 呃他有上厕所啊没有上厕所啊 感觉如何 这样然后他昨天呢晚上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哎我的我我已经喝了我哥哥的那个货 你要帮我再进货了 那我就马上就呃用伟纳的那个Sat B 我讲好你就买一箱 你买一箱了就free一个honey给你 我现在马上跟我的上厕跟你lock住这个order 因为已经超过10点了 那他讲好好好 所以我们又在在昨天晚上11点 我们又再多一个胆 所以呃就是要跟大家这样子分享 谢谢大家 哇很棒耶 听说啊 Rachel也sponsor了VIP是吗 呃我有一个线 就是他本来拿6罐nectas 然后他也跟我说 哎我不要管这个membership的东西啦 我讲有50 20 20 他讲呃我不要烦的 你不如我给你我给你IC啦 你给我进member 那个50 20 20 你去给我处理掉他 我不要去有这个member type住我 然后我讲好啦反正总之你有买就好 然后现在呢呃也因为我发了那个promotion 拍过去那他给我讲哎你说过19罐就上VIP是吗 那我是不是还要买个13罐就可以上VIP啊 啊然后他就问我很多VIP的细则我想好 我讲有问题好够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把它一一解决那他就上了VIP 然后我另外在Facebook我也是有赛了两个新的呃 novus member啊 啊所以希望希望他们两个喝的好 然后我再flow up他们 然后希望他会是我的VIP ok好谢谢哦 很棒哦 ok你们今天看到是part 1罢了啊 part 1啊就上VIP 然后还有part 2的part 2就是做active哦 拿多5%呢 你明白吗 你可以在upsell的现在现在很好玩的 and say forever的booster policy哦 真的非常好玩 啊你可以做VIP 你还可以up activeCC啊 还拿多5个percent 啊这个是非常棒的 ok我们谢谢Rachel的分享啊 next来我们有请啊也是新的我挑啊 Catherine Lowe yes Catherine 嗨大多大家早上好早上好 早上好 啊我有一点小小的分享 因为我也是蛮新嘛 但是昨天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 Dato和Dati 你们会有一场马来分享会嘛 那我就早下午我一忙完 我就开始分 翻我的名单 那我就做邀约咯 然后我昨天哈做了7个邀约 但是三个进来 三个马来同胞进来 还有一个在银行上班的一个女生 然后当昨天的时候进来的那个马来三个女生啊 马来人呢其中一个直接加入了VIP 然后还有那个上班的那一位上班的那个活衣女生啊 他其实他已经有告诉过我 他知道他在银行做工的那一份工作 其实在银行做工呢他讲他也是觉得他的那一份工作是不稳定的 所以他也是在找着机会啊 然后这一天呢他也是有问我一个问题 因为他讲哎 据我所知你之前是在ELITE的咧 你在ELITE做的还蛮不错咧 很快你就上了王冠的不是吗 我讲对其实我是真的是之前在ELITE那边做过 只是说我没有否认他的产品不好 我告诉他真的产品是不错很好 但是制度我要赚钱 我需要赚钱养家 因为我是单亲嘛 现在所以我是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 如果我在ELITE 对他可以跟我讲他可以吃到期待的 清清楚是期待哦 但是你看到吃不到的哦 哈我跟他讲哦 所以这一点哦你是看到吃不到的期待哦 听是很好听哦 所以我讲哦当我看对了这个FORET我的时候 我觉得我一定要换我的思维 我要换下我的这个选择 因为我我是想要怎样讲呢 因为产品ELITE的产品好 但是他的只是做一个很attest的就是有钱有能力的人 然后没钱没能力的人没有得吃嘛 对不对 我是讲不可以这样咯 所以我就也是看了FORET我的制度还有这个团队 然后我真的很感恩感谢DATO和DATTY你们的 一直给我们的教育 然后给我们的FORET这个我们好像这些新人的培训 然后这个大家庭 然后我就选择进入了这个FORET 然后我就真的直接把我的那个ELITE 直接我真的直接斩掉的 因为我 我真的 因为我是觉得我真的要开始一个事业 我一定真的要 确除说我真的不要把那个东西看掉了的 然后包括ELITE 他只是可以做一个活人产品而已 活人的market而已 然后因为我老公过去我们也是做马来士厂的嘛 做马来士厂 因为马来西亚 如果你单单做活人市厂 你会有钱 但是你不会变得很有钱 就是我的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会看ELITE 这个FORET 我讲因为他还有一个是马来士厂 马来人都很喜欢 我告诉他 我在十多年前 我在pharmacy上班 每次那些machic都会拿那个罐进来 I don't try any的 我们就那时候 我们就因为pharmacy没有卖嘛 但是那些老人家 他们有些马来人啊 都会拿那些FORET的产品 包括我妹妹是因为药剂师吧 他讲真的 这个产品确实是很多人 会来找的 所以我妹妹也支持我说 你就开始这个FORET 会比较好过你在ELITE 因为他讲ELITE的产品太贵 他讲你告诉我一个人收入 十千块的收入 一个月要吃一千块的产品 坦白说我真的吃不了 我的吃不到那个 怎样讲他讲 那个袋子会很痛啊 他讲当初我的老公是一个月吃产品 坦白讲三四千块 那时候因为他生病的人嘛 生病的人你一个住院十天三十多千 因为我老公一次住院三十多千 对我来讲一个月吃产品三四千块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讲呢 一千块的产品他都觉得很贵 那时候妹妹一直跟我讲ELITE你真的不适合再待下去的 因为产品太高 他讲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消费得起 所以我就很开心啦 每天都在跟人家分享 包括我的朋友马来同胞 然后这一天呢 还有签了一个马来同胞 他之前是做COVE的 因为COVE他可以看的 他是做COVE的产品 做COVE不是产品 我们是做Service Line的 但是他看到的就是手停口停 当初我也是从COVE跳出来的 因为我当初在COVE上班几个月啦 但是我看到的就是他不是我要的工作 他不是我一辈子可以要做的工作 因为我先生之前我们自己做生意嘛 其实我们自己做生意 我们之前是有两间店面 但是在我先生生病了过后 我没有办法帮他打理 因为那些生意都是装修行业嘛 装修行业我女生我不可能去做的 然后我不能靠我的员工 因为我不想要去看我员工的脸色 因为我是女生 他做什么东西我看不明白 所以我不想去看他的脸色 我就告诉我的老公 我们把店结业 我会找我的出路 我叫他放心 我会找我的出路 但是他有告诉我一句 你不要去用劳力来换取你的收入 他告诉了我这一句 你要看懂一份事业 你记得不要用劳碌 因为劳碌 你一旦生病你做不到什么东西 你真的只会被员工吃死死 就像我的老公 之前他也是被员工看 还要看老员工的脸色 因为那时候他没有办法上班嘛 就是员工还要给脸色 他看真的 我们做老板的 有时候我们自己做不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靠着员工 那个生气 那种的也是很委屈 所以我也不想要做什么生意 去开一间店 我不是要做那种生意 我就想要做一种平台 这种的分享平台 又可以帮助到大家 所以我现在呢 我会继续努力加油 因为我不懂我的分享好不好 我也很警察 所以我会继续的在这里努力 用两年换取20年的收入 像Dato Dati 两年换20年 谢谢我不知道分享好不好 ok 哇 非常棒 非常棒 我们今天又引来一个新人的分享 那么我在上个礼拜 我有讲到这个制度 所以他们很多有参加的都比较明白 为什么那些六代什么七代 那些都是骗人的 其实都是画给你看 拿不到的 那么Forever的钱好在哪里呢 他好在他把最多的钱放在 就是前面 就你直接就拿六三二不用等到七代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无限代的奖金 就是我们的CBM 如果你问我 我不要七代了 我要无限代 那么如果你不强 你可以拿最简单的六三二 也可以变millionaire 如果你很强 你要赚千万赚亿的 你就拿那个无限代的CBM 明白吗 我们根本就不用去看什么五代六代七代八代 我们拿无限代那个比较好 OK 那我们谢谢Catherine的分享 OK Next 来我们有请Rav Tan Yes Rav Tan 还以为不会轮到我呢 我还在等着呢 来我挑的 今天 好非常的兴奋 我上个月五月 我今天的心情是感恩 很感恩非常的感恩 OK 所以我就上个月五月 因为人生病啊 一直反反复复 就变成整个月都没有sharing 已经变密了整个月好不好 所以今天一定要sharing了 OK 所以我今天要sharing是什么呢 我主要是跟大家 因为 我有看到很多很好的故事啊 所以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哦 我听到的这个就是 Compound interest就是复利哦 两个例子很好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哦 利用在我们 套用在我们forever的这个生意哦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故事来的 OK 所以我现在就分享第一个故事哦 所以第一个故事就是这样子 OK有一个朋友哦 有一个朋友呢 我们叫他朋友A好不好 他就找他的朋友B跟朋友C OK朋友B跟朋友C哦 去找什么 去问他们投资 去问他们投资 所以朋友B哦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那种 叫什么我们讲的那种 股票老不了 很普通的股票老不了 所以他就跟他讲 我可以担保你哦 接下来的两年里面啊 两年的时间里面哦 你一定哦 你的投资哦 可以翻倍50个percent OK可以翻倍50个percent 所以他就想 他就哇50%很多好不好 所以他就想想你等我一下先啊 我先survey先 我survey看可不可以先 然后他就问朋友C哦 所以他这个朋友C哦 是什么就是一个 我们讲什么 犹太人 OK是犹太人来的 所以他这个朋友C哦 他的这个这个 怎么样讲啊 他的那个智慧很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很聪明的嘛 他就跟他说哎 我不能担保哦 你明年跟后年呢 都可以赚50个percent 但是我可以担保你 接下来的三年哦 每一年都稳稳赚5个percent 那个朋友A 他就听到他就讲 有没有搞错哦 朋友B跟我讲50%哦 你跟我讲5%罢了哦 怎样比哦 相差10倍好不好 所以他就很很自然哦 人真的怎么样 就是要谈多的嘛 对不对 他就跑去找朋友A 找这个朋友B投资了咯 他一投资 他就丢1000万下去哦 他丢1000万哦 哇第二年哦 就变怎么样 因为他是成长50个percent嘛 1000万哦 就变1500万了哦 哇他很兴奋哦 这个朋友A 他就很感谢这个朋友B咯 他就怎么样 他就相信他了哦 他就怎么样 他再丢下去哦 再丢下去哦 哇第三年哦 这是说第一年 第二年 他就在成长50个percent了 总共加起来啊 这个朋友A哦 他因为听朋友B OK 去投资这个股票哦 他总共哦 就赚了2250万 2250万很多了好不好 所以我到了来到第三年的时候 他就问这个朋友哦 他讲 哎 我今天我还想投资哦 我前面两年哦 我听你的意见哦 我都赚了很多耶 我1000万哦 现在我总共有2250万了哦 所以今年怎么样 他讲今年啊 呃 行情不是很好哦 我不是很confirm啦 可能会亏的哦 他讲亏 大概亏几多 你可能会亏一半哦 50个percent了也是 他讲不会的啦 前面两年你都看到这样准 今天我再信你一次 结果第三年哦 真的是亏50个percent哦 所以他从一 呃 一开始的1000万哦 赚了1500万 然后第二年赚2250万哦 到第三年哦 他亏了50个percent嘛 他只剩下1125万而已 所以我很多人看到这边哦 这个故事哦 他讲也不会输很多啊 我从原本本钱1000万哦 现在我还有赚1125万哦 就说我扣掉我的本钱 所以我还有赚125万吗对不对 但是各位伙伴 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哦 我们要再算一算 OK 刚才彭尤西 也就是那个犹太人的朋友哦 他给他那个复利 OK 每一年5个percent的 我们来算啊 彭尤西这个犹太人哦 他第一年 他1000万他丢下去是不是 第一年他赚哦 是1050万 所以在第二年哦 他就赚1102.5万 再加到第三年哦 他再赚哦 就是1157.625万 所以哦 其实哦 还比那个朋友 比哦 跟他讲 每一年赚50个percent的 那个还要赚多 25万好不好 所以我们看到哦 从这个故事 就告诉我们什么 千万哦 不要在外面 你看到很多 那些什么新的公司啊 他跟你讲 你来我这边 加入我这边 做number one OK 做我们的number one 我给你多少多少多少 然后他讲 你们那些公司 已经这么久了啊 每年才 刚才大多刚才讲的 632 632什么来的 我这边 我可能给你50个percent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这样子被骗过去了 好不好 当你这样子被骗过去的时候 你一换了lane哦 你就看到哦 Forever慢慢超车了 因为Forever是怎么样 Forever就是好像 这个犹太人的 这个朋友这样子 每一年哦 他不给你多 但是雷达雷啊 OK Compound interest 5% 5% 5% 这样子加下去哦 是很怕人的 好不好 所以哦 这个就是第一个故事 OK 第一个故事 所以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 OK 这个也是那个犹太人的故事 OK 他的那个原神版 它是什么呢 在以前啊 印度的时候哦 就有一个大臣 他创造了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叫什么 大家都认识的 OK 叫做国际象棋 所以国际象棋 我们都知道哦 它是总共加起来 还有64个黑白格嘛 对不对 黑色跟白色的格子 一共有64个嘛 所以我这个国王哦 我看到这个大臣 跟他创造了这个游戏哦 他玩完完哦 他玩得很爽 好不好 所以他就很兴奋 他讲 哇 我有新的游戏玩了 所以他就跟这个大臣讲 因为我很高兴哦 你创造了这个新的游戏给我 所以我赏赐你 你要什么奖励都可以 所以这个印度的这个大臣哦 他就很有智慧 他很有智慧 因为他读过这个 Compound Interest嘛 他就跟这个国王讲 他讲 国王我不贪心 OK 我要的东西哦 很简单罢了 在每一个格子哦 这64个格子啊 像齐的每一个格子哦 我第一个格 我要一粒百米 第二个格 我要两粒百米 第三个格 我要四粒 第四个格 我要八粒 所以以此类推哦 你帮我加加加 加到64个格 满为止 这个国王讲什么 因为他国王没有 没有读过 Compound Interest 你懂吗 所以这个国王要讲 Momantai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 你大米罢了吗 结果哦 有人啊 去统计过啊 如果真的是 这64个格子 填满的话啦 你知道什么会发生吗 所以如果以当时啊 一粒米啦 OK 是一个gram的话 是不是 50粒米哦 OK 加起来 你值得多少吗 64个格 加到满啊 总共要 1840吨 OK 1841吨的米 但是哦 有一个很好玩 是什么 2018年哦 我们全世界啊 整个地球加起来的粮食 总共啊 总和啊 只有26亿吨 罢了 26亿吨罢了啊 你想想 那个Compound Interest 在64个格子 是不是很夸张 所以各位朋友哦 我读到这个的时候 我立刻就想到什么 我立刻就想到Forever哦 刚才Dato已经跟我们讲了 无限带拿下去哦 那个Compound Interest 加下去 加下去 加下去哦 我跟你讲 是吓死你啦 真的是吓死你啊 不要看小这个Compound Interest哦 一厘米一厘米 这样子加下去 Double下去好不好 所以哦 今天哦 这个 OK MCO哦 就是一个给我们很好 很好哦 让我们自己静下心来 静下心来 好好去想一想 Forever哦 到底 是不是我们的 这个Ultimate Go 好不好 对我们来讲 我们已经听很多了 听很多了哦 我们是不会跑出去了的 所以今天的新朋友哦 我告诉你进来了哦 OK 我们进来了 我们这个BO Group 然后我们已经接触了Forever哦 你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啊 不要爽爽做了哦 OK MCO开回了 OK 我们又换练了 又换跑道 又跑回去做 然后又在MCO 4.0的时候 你又再跑回来 我跟你讲 你换来换去哦 你是浪费你的时间 和浪费你的生命 罢了好不好 所以哦 各位朋友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短短的分享罢了 OK 就是这两个故事 犹太人的智慧 OK 大家可以去YouTube找 如果你要看更清楚的话 所以我的分享到这边 谢谢你们 OK Thank you 你看我挑RUF蛋 又有故事听了 对不对 所以非常棒哦 然后最后 我们时间到了 最后啊 我再次提醒大家 MCO 3 正式开始 那么你们哦 要吸取哦 去年的经验 然后快快 等一下啊 一晚了 快快去进单了啊 跟大家讲哦 你要进什么 你要进最少 可以顶两三个礼拜的货 为什么 因为你的客户不可以等 你客户是不可以等的啊 所以你可以等 他们不可以等 所以你要做什么 你一定要快快快快订啊 到时哦 他们要货 你就先出你的货 然后你再订 再等货来 一定要这样子做 不然的话 你又再次错过了 这个机会 那么MCO 4 是不可能有了的了 不好意思 因为我算很准的啊 我也不想要来 达MCO 4 为什么 因为我要去环游世界了 很多钱啊 没有地方花了 你明白吗 所以记住啊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这个是你们最后的机会 你们不出去啊 没有翻身啊 没有这个分身去做的话 你就错过了了啊 这个机会不会再来了的 你要等他 可能要等一百年 一百年过后 好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铁板山 就到这边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一起来 唱我们的歌 来 Are you ready? 是吗 是 是 好 来 来 小月每次 Goigo Go唯大 Go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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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